大家好 這是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7月20日 星期二 昨天又是女助手幫忙 但是她不是小啤 我發覺有人還以為她是小啤 兩把聲音都不同 真的分不出來 我遲些先問她 先拿個名字 問一下女助手 否則你這樣兩邊都不喜歡 小啤也不喜歡 我的朋友也不喜歡 好 那我報新聞 尖沙咀兩南警 涉嫌反修例期間 厚OT厚保價 延證優價授查 駐守尖沙咀的一名警長和一名警員 被指在反修例運動期間 詐騙超時工作保價和津貼 現在正在接受內部紀律調查 警方回覆的時候就說 事件是證實了 她說 油尖警區接獲有關超時工作保價和津貼的舉報 現在進行調查中 暫時未有人被捕 消息又說 涉事兩警已經獲批休假 未有上班的 警方最尾都要說一些官方話 如果有個別警務人員涉嫌違法違紀 會按既定的機制公平公正調查 同職的跟進不會編輯之類 一名男子今早早3號封球的時間 在馬鞍山行山的時候 懷疑被洪水沖走了 搜救人員經過大約6個小時的搜索 到剛剛的4點半 在現場找回相信是事主的遺體 朝早大約10點46分 警方接報指有兩男兩女在馬鞍山行山 報稱其中一名男子就在馬大石間英雄報 對開大約50米的位置被洪水沖走了 消防又說早上接報有行山人士失去聯絡後 出動搜救人員到場 政府的飛行服務隊都出動直升機去協助 那三號封球去行山 之後走走走被水沖走了死了 你大家認為是誰的問題呢 剛剛收到最新的消息 今天李百全 即是香港電台台長 發出內部通告 指示各節目 涉及台灣的用語的時候 他就出了一個新的指引 即時生效 指引規定 中華民國 國立和行政院等字眼都不可以使用 台灣在任何情況之下 都不可以視作一個獨立主權國 他舉例又指 港台節目是不能夠使用台灣總統 只可以稱作台灣地區的當局領導人 不可以使用台灣政府 只可以稱作台灣當局 我明天再來一個詳細的報導 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 就被問到 機場離別的畫面 還有有些人對香港的前景感到灰心 有什麼對他們說 林鄭月娥說 如果要她向已經移民 或者正是移民 或者打算移民的市民說一些話 她會說 香港的前景非常好 經過中央的兩大舉措 包括定立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香港在中央的支持下 特別是十四五規劃 和粵港澳大灣區內 是有無限的機遇 這是信心的保證 她又說 香港有歸屬感 願意在這裏打拼的人 現在是最好的時刻 林鄭月娥另外又被問到 近日有套電視劇集 《大叔的愛熱播》 《本港法例》對小眾的保障 是否足夠 她說 沒有看過有關劇集 但關於小眾問題 香港是個多元化社會 不應該歧視 或者很狠毒地奏罵這些人 她又特別提到 昨天看過香港電台播出的 國劇830號手就位 她形容很勵志和很正面 由一群年輕的演員負責演出 鼓勵市民多點收看 九中港區國安法的案件 被告唐英傑被控煽惑他人分裂國家 恐怖活動和一項危險駕駛的交替控罪 控辯雙方都完成了結案陳詞 案件下週二裁決 到時我會來一個詳細的報道 或者開一個專題 重新講她整個案的審訊過程 荃灣發生一宗涉及消防員的風化案 據了解一名女子在4月 經過朋友介紹之後 認識了一名消防員 直到7月9日 南方邀請女子去荃灣一間酒店共進晚餐 其間女子之後不醒人士喝了酒之後 醒了起來發現在酒店房間 圍被人強姦之後報警 警方調查後抓了一個男子 消息說那男子是一名消防員 駐守赤立國消防局 警方回覆查詢的時候 就說本月10日接獲一名34歲的本地女子報案 他說當日清晨時份 在荃灣一間酒店被人強姦 經過調查之後 在上週一抓了一名30歲的本地男子 他已經獲准保釋 在8月上旬要向警方報道 案件交入荃灣區 重案組第一隊跟進 前男警認毀虧六個女童 本身判了三年十個月 律政司覆核成功上訴庭改判入獄五年 案發時任職警員的余進鑑 透過社交媒體結識至少六個十一至十四歲的女童 趁見面的時候加以侵犯 包括強吻口交 摸胸摸肩 伸手入私處 甚至逼女子去公園性交 南警早前認罪 今年一月在區院被判三年十個月 律政司早前申請覆核刑期 案件交由高等法院處理 上訴庭副庭長麥基治法官薛偉成 和彭偉昌 聽了雙方的陳詞之後獲准覆核 他說原審法官判刑時候原則有錯刑期過輕 並認為適當的刑期為五年八個月 考慮本案的性質是刑期覆核 減8個月給他 之後會有詳細的書面理由頒布 又是一名警察的風化案 這名男子涉嫌在當期偷拍女子裙底 38歲交通警獲准保釋 但不可以踏足涉案地點 38歲交通警被指今年初在尖沙咀當期偷拍一名女子裙底 被控一項有違公得罪 今天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後到9月8日再訊 被告獲准以一千元保釋 期間須向警方報道 不可以離港和踏足涉事地點 也不可以直接或者間接接觸證控方證人 廉政公署今天落案一名81歲的退休老翁兩項 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 指他去年涉嫌以一千元和一部飲水機 緩賂法援署職員以協助處理其追討離婚後的附屬製助申請 案件今天在東區法院提訊 案件說81歲的退休人士林菲英 在2004年和妻子離婚後 開展申請附屬製助等程序 在去年3月申請法律援助 以向前妻追賭未獲支付的附屬製助 即是善養費和家庭資產 其後法援署申請被拘 繼而在同年7月16日至20日五日期間 在沒有合理辯解之下 向法援署一名助理文書主任提供一千元 以及向法援署的公職人員承諾提供一部飲水機 幫助他處理其法律程序的報酬 法援署接報後 將案轉介給廉政公主 老廉徵詢律政司法律意見後 以涉嫌違反防止拒賂條例第4條1A 的條落案告白白 他現在獲准保釋在後日 22日 在東區法院答辯 大家聽了都是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說回一些好一點的事情 武漢肺炎就緩和了 政府今天公佈最新的失業率 2021年4月至6月的失業率為5.5% 較上一期3至5月的6%下跌了0.5% 就業不足由上一期的2.8%下跌至2.5% 最新有21.31萬人失業 但以我所知這個數據是不真實的 因為你自己去勞工處報你失業 或者你去拿中援等各樣 他才算你落失業人數 其實可能很多人失業 去年六四的集會 24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煽惑他人參與 未經批准集劫等罪 其中判囚4個月的前觀塘區議員 梁凱晴今天就刑滿出獄 26歲的梁凱晴 4月起就被還納了 購買家今天就刑滿出獄 9點多就離開羅湖懲教所 期間3號封球 他有幾個朋友來接他 包括已經辭任官堂區議會的主席 蔡澤雄 梁凱晴展了新的短法 拿著自己的東西 就沒有搭記者的東西 就坐的士走了 大家祝福他 最後講一下我們 香港的移居指數 有數據網站公佈 2021年中期全球生活質素的城市排名 以8個元素 包括購買力 治安 醫療水平 生活成本 收入 供樓比例 交通 污染程度 氣候 作評分 其中第一位移居的是澳洲坎培拉 第三位是澳洲亞德萊德 和美國北卡內內納州的首府羅里 至於香港的排位是208 北京的排位是233 香港收入 和供樓比例 指數達到44.83 屬於非常高的水平 此外 污染程度指數也達到67.83 屬於較高的水平 據上個月 美西人力資源顧問公司 MERCEO 公佈年度全球城市生活成本調查 結果顯示 香港一連續三年高居榜首 今年終於被中亞國家土庫萬首都 阿薩哈巴德取而代之 但仍然在209個城市 位列第二 生活成本最高的地方 即是 香港就是 生活質素排208 生活成本排全球第二 今天到此為止 大家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多謝大家 我愛你們 得來 示範 各致 輪延 全球 成功 籍 成功